我来西站工作已经这是第11个年头了 平时就是负责我们广场区域的巡控 每年的春运都是压力很大 我们都说一道春运八层皮 全北京市的铁路发送旅客 西站是占到40%多 将近50% 过来 过来看看长个儿了没有 社区民警实际上主要的工作就是走肩穿户 跟老百姓在一起 大家有什么需求呢 跟我们反应 我们来尽可能地去帮大家解决问题 过年了 大家回头看看咱们街里街坊的楼道 阳台 那些杂物 干净的呢 对 公安干警啊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平时你们就是风里来雨里去啊 战严寒斗酷暑啊 白加黑五加二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充满了对我们广大民警的这种关怀和关系 要求我们在做好工作的这个同时一定要保重身体 我们这个手持的这个电台 直接从传出总书记这个讲话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非常激动 心情也是特别的澎湃 作为这个基层民警能够有机会和我身边的志愿者一起向总书记汇报工作 真的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也是我们的骄傲 春运期间 现在的各项任务都非常的繁忙 艰巨 要做好各种安全保障工作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合家幸福 新春大鸡 从工作到现在 30没有回家过 基本上每年都是在路上过年 每年年30看到这些旅客回家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我心里也说不太出来的感觉 反正也是一种想家吧 虽然说我们牺牲了和自己家人团聚的时间 但是更多的我们能和社区的居民们在一起 我感觉到也挺幸福的 看着他们高高兴兴的过年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 让老百姓很踏实 我们自己也觉得很踏实 感谢观看